大家好,我是Joseph 这段影片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选择权的策略 那这个策略呢,叫The Wheel 那The Wheel Strategy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这个轮胎策略或是滚轮策略 那The Wheel这个策略呢,非常适合跟股息成长股在一起 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你用更低的价格持有股票 Joseph以前呢,分享过自己的投资过程 那在这个里面呢,也做了一些改变 那现在呢,比较偏向像这个The Wheel的Strategy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下Joseph的投资过程这篇文章 那Joseph把后面的这个图呢,给大家看 在前面呢,其实是做量化分析跟值化分析 这里面呢,都是来看股息成长股的部分 在这里之后呢,就要建立仓位的话呢 通常都会从put的开始 那这种要卖put呢,你用margin来说 你有期权账户来说呢,会比较容易 如果不用margin的话呢 那你整体的账户的金额要够多 不然你这个WheelStrategy或是Joseph这个策略呢 你可能玩不起来 先卖put 那分成执行跟未执行 然后执行了之后卖cover code 那cover code之后呢,再接下来看要怎么样做 所以这是整个之前Joseph在几年前呢 一直在做的mycover code跟mycash secured put 来赚取现金流,同时持有好公司的股票 那Joseph现在做的是the wheel 也就是这个滚轮啦 这里面呢,分四个阶段 那这个四个阶段呢,我待会会逐步说明 那四个阶段呢,就是第一个当然是股票评估的阶段 第二个是你等待接货也是myput的阶段 第三个就是你有一百股 第四个呢,就是你持有两百股 所以如果你要做the wheel strategy的话呢 你的前提是你最好能够入手两百股 如果你不能入手两百股的话呢 这个策略会玩不起来 就算你有margin的话呢 你也要保留足够的现金来做 所以这个策略Joseph以前用的不是那么多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仓位不够大 这个的一开始呢,都是从股票评估开始啦 在这里呢,为了节省空间 Joseph就没有说自己是怎么样评估股息成长股的 在Joseph的频道里面呢 也做了不少股息成长股的评估啊 投资啊 这部分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呢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是在估值的部分呢 会考虑看他跟过去五年平均的股息的比例 就直立率来说呢 现在是高还是低 也会看呢 他这个PE ratio呢 跟过去五年来比 跟产业来比是怎么样 那最终的决定呢 还是跟DDM相关 那Joseph用两阶段的DDM 那这部分呢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 Joseph之前讲过两阶段DDM的说明 也可以看Joseph评估过的公司来做 那股票评估完了之后呢 你会等 那通常你可以在合理价 或是低于合理价 合理价打折之后入场 这个部分呢 每个人的风险属性不同啊 但是有时候评估 特别是估值的部分呢 通常会有误差 所以呢 最好放在合理价以下 会比较好 但是有时候好公司呢 你很难得到合理价 所以通常Joseph在合理价左右呢 就会先入手 你看到Joseph好多投资呢 都是在合理价的时候入手 等他跌了之后呢 再慢慢把这个均价降下来 这是Joseph的一点心得 就是你买的时候呢 不用急 好公司呢 你总有等到他的时候 那评估完之后呢 决定你的这个心理的价格 那你就要等待接货 等待接货呢 我们是透过卖PUT 这个PUT呢 你可以决定这个时间 跟履约价啦 那卖PUT呢 通常就是你会卖在这个合理价之下啦 这样有一点容错空间 在这里呢 卖PUT的这个时间呢 因为股息成长股 它的波动通常不大 所以呢 如果你要赚到理想的报酬的话呢 你可能时间得卖长一点 所以呢 在这个时间上面呢 你可以选45天或甚至是三个月左右的 在卖长的话呢 在卖超过三个月以上呢 不是不行 只是在心理上 Joseph不太喜欢等那么久 Joseph通常做28天到45天左右 最常做到三个月的PUT 那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风险属性 来决定卖PUT的履约价 以及时间 那卖完PUT之后呢 一个很好的情况 就是卫行权 也就是说呢 它没有跌到履约价以下 或是刚好跌到履约价 没有再往下跌 所以呢 PUT呢 就是你收了权利金 之后呢 然后就过期了 那卫行权之后 你可以再继续卖PUT 也可以就是透过这个现金流呢 逐步的累积自己的财富 这是一种卫行权的方式 那Joseph跟其他做的Wheel Strategy呢 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时候呢 我自己常常是等不到 心理想的价格啦 就觉得现在合理价 但是想等到便宜一点 所以卖在合理价之下的PUT 那没买到 那股票就涨上去了 所以Joseph就会 用这个50%的权利金买股 所以权利金呢 我会留一部分买股 那为什么用50%的权利金呢 这里也可以大家考虑一下 通常卖PUT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比较被动一点 投资人的话呢 你可以等到他过期 那如果你喜欢激进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等到权利金收了50%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开下一个仓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看你想要夺积极的看自己的账户 如果是以50%的权利金为目标的话呢 你就可以留这一部分的权利金来买股 所以呢你持续买进好的公司 你也等着现金流 所以这个两个不相耽误 那这种心理上呢 Joseph会觉得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呢 我卖PUT 卖PUT收完全利金之后呢 最后过期了或是我关仓了 这个权利金感觉就是赚来的啦 赚来的我就买这个体质好的公司 就心理上就感觉这个像是免费的一样 在等待接货的过程中呢 如果跌破履约价的话呢 那就进到下一个阶段了 进到下一个阶段呢 你PUT行权之后呢 你就持有一百股 那持有一百股的时候 以前Joseph的做法呢 是只卖扣 就是持有股票之后只卖扣 那以前仓位小就只能从这个方式 弄现金流 那有比较大的账户 有margin的时候呢 其实你同时卖PUT跟扣 会把你的时间最大的利用化 就是说你只卖扣的话呢 那你就希望它涨嘛 但是你它继续跌的话 你就不能用更加便宜的方式买到 但你如果仓位还没有到满的话呢 所以再卖一个PUT呢 会是比较合理 同时卖PUT跟扣的这种方式呢 叫straddle 卖PUT的履约价会更低 卖扣的履约价会比较高 所以呢 这透过两边不一样的价格呢 你总会对一边 那很多时候呢 像股息成长股的 这波动不太大的话呢 你同时卖PUT跟扣 你可能两边都对 也就是说你能更快的把你的成本降低 所以这个就是Joseph跟以前的做法不一样 同时卖PUT跟扣 你权利金收得更快 但是你得准备好要接货的可能啊 那如果你的扣行权了 那表示你PUT收到权利金啦 那你这个股票可能也涨回你要的位置了 所以你在这个可以部分卖掉 那卖掉之后你说你心里会想说 那那时候我可能就没有仓位啦 所以我才会建议你呢 你在这个卖PUT如果未行权的话呢 可以先买 这样子你不是整数股 也就是你不是一百股 你可能卖PUT的过程中你就累积了一二三四股 慢慢累积看你PUT卖几次 当你的扣把股票的扣走之后呢 你又回到这个等待接货的过程啦 你在这里你可以继续卖PUT啦 你在这里面还有一个PUT 你这个时候呢 你之前卖的PUT的权利金也收到了 你这个扣的权利金也收到了 那股票可能也涨到涨回原来你卖的位置了 所以呢这个部分 你就是赚权利金的部分 可能会占少少的差价 那你可以再继续回来这个卖PUT的部分 如果你还想要继续持有的话 那如果没有行权的话呢 就是扣跟PUT都没有行权的话呢 就是你收两边的权利金 进一步把你持有一百股的成本往下降 所以这是我觉得 Wheel Strategy呢 比之前只卖单边的策略好的地方 所以扣行权呢是往这边 那如果PUT行权呢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如果PUT行权的话呢 你手上就从一百股变成两百股 那持有两百股呢 你可以卖两个扣 卖两个扣的时候呢 如果都没有行权 你就继续回来 再继续卖两个扣 进一步的降低你的成本 那在卖扣的时候呢 每个人的这个操作有点不一样 那有的人喜欢是同一个旅约价 有的人喜欢是不同的旅约价 所以这个部分呢 你要自己算自己的成本在拿 还有你愿意多少卖出 所以你可以卖两个扣 那如果只扣了一个的话呢 你又回到这个持有一百股的情况下 那再继续 你往上卖扣 往下卖PUT 这个就是Wheel的这个精髓 那你持有一百股之后呢 那一样再收两边的权利金 再把这个往下降 所以这是未行权的方式 等这个股票再继续慢慢涨回来的时候呢 其实你这个权利金已经收了不少了 那这个权利金呢 其实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呢 可能跟你当初想要接货 等接货的这个价格呢 股价可能就在这个阶段 股价可能下去了 又上来了 回到你的接货阶段 但是你下面赚的这些权利金 都是你的 而且你的持有一百股的这个平均价呢 会比这个低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你有价差 中间可能还有股息 还有这个权利金 这是做的Wheel Strategy的一个 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那在做的Wheel Strategy的话呢 有几个思考点呢 也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 给大家在做之前呢 思考一下 那第一个呢 在做的时候呢 你要不要考虑 imply volatility 好公司的这个波动不是那么大 特别是股息成长股 那如果你只是从价格来说的话呢 那有时候你卖的这个权利金不是很高 你想要高一点的权利金的话呢 可能你要考虑imply volatility 但是要小心的是 当imply volatility高的时候呢 那可能预示着之后 是不是会有财报 或是会有比较大的变动 那这个部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的合理价评估会不会错 那错的话你愿意多少接 第二个 你对这个股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所以你可以考虑imply volatility 但是这个不应该是你决定的因素 你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 这个公司在这个价格你愿不愿意入手 第二个是控制好仓位 那第三个是控制好margin 因为做这种不用margin呢 其实很难做 所以你要想控制好仓位跟margin 那控制仓位的时候呢 我自己会标三个价格啦 就是通常是标合理价 或是你心里的理想价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试不一样的情况 你可以理想价跌10% 也可以设15% 在同样的比例 跌15% 跌30% 或是跌10% 跌20% 跌10%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履育价设在这里啦 你可以买100股 当你入手了100股之后呢 再往下卖put啦 所以就是你的理想价减20%啦 你再愿意再买100股 所以仓位考量 你要先想好你自己要买多少 那这个两个价位呢 是不是你想要的 就算合理价来说啦 现在是合理价 你控制在减10%跟减20%呢 到时候200股都入手的话呢 那你的均价大概在这里啦 甚至在这里 因为你有权利金来进一步降低的成本 那最后你不断的卖的话呢 你可能在合理价的20%以下 所以呢 等于是达了8折以上 那在这里呢 少量现股的 或是用权利金买的呢 这种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压低成本的方式啦 所以我有时候 看准的公司呢 会稍微激进一点 就是说权利金收到了之后呢 我就会入手买 然后在卖PUT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东西买 那它如果一路跌 我就会一路卖PUT 然后把这个东西 慢慢建仓 那如果跌破旅约价的话 你觉得一次建仓比较大 然后再考虑转手卖扣跟PUT 就是仓位的考量 但是另外最后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控制好margin 控制好margin就是 你有没有做好买200股以上的准备 那margin呢 每个人的 每个券商跟每个人的权限呢 都不一样啦 如果你的margin 只是所有的这个价格的20%的话呢 这会稍微灵活一点 但是请注意 不要贪权利金额爆仓 你的margin如果开的太大的话呢 当市场不理性的下跌 或是公司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 是你没有预料到的的话呢 那这个下跌的话 可能会让你的margin使用的太多 这样的会对你整体的仓位 不太好控制 可能你的margin用太多的话呢 追缴保证金也是可能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The Wheel Strategy 也就是可以翻做 这个是滚轮啦 因为给我的感觉 就是不断在滚 那我在透过接货的过程中呢 透过时间以及接到的股票呢 来产生现金流 把这个自己想要的股票的平均价呢 降下来 这个策略呢 这个策略呢 是非常适合与古希成长谷结合的 那Joseph介绍给大家 那之后呢 Joseph还会再跟大家分享 如何找这个 以及分享一些范例 我是Joseph 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呢 请按赞 留言给Joseph知道哦 请按赞